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的米亚摊世界 飞人走壁这样的事情,我们只是在影视剧中看到过 虽然很多人都想拥有这样的技能 但是大家也都知道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修炼成功的 不过中国湖南却有一位峭壁飞人 专门帮人上龙头香,一天可以赚上万元 在介绍这位牛人之前,我们先来说一下我国的一处名胜古迹 位于湖南的浪山八角寨,这里非常有名 也得到了不少游客的青睐 主要是因为这里有一个上香的地方 而且有不少人都说非常连夜 所以每逢节假日的时候,总是有不少人来这里上香圆梦 希望自己期待的事情可以梦想成真 但是真正到了这里之后,才会发现路况是非常特殊的 道路只有80厘米的宽度,根本没法走 所以有些人虽然来之前很有信心 可是到了之后一看这样的状况,直接不敢继续往前走了 也有一部分人靠毅力走到了终点 在这其中表现最优秀的肯定是当地的峭壁飞人 他每天都会在这条特殊的悬崖峭壁上来来回回很多次 所以早就已经习以为常 不过收费也是很贵的 一般都是600起步 一旦到了旅游旺季,他每天需要帮忙上很多箱 一天的收入就能够达到上万元 但是在外人看来,这样的工作难免会有些危险 因为他所面临的是万丈深渊 可是对于他而言,这种工作是一种特别的乐趣 因为别人严重的万丈深渊对自己来说没有任何挑战性 不知道大家想不想现场感受一下峭壁飞人的魅力呢 好了,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大家评论和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